第三點 保羅講到一個侍奉者的生活 必須要竭力為主 甚至願意甘心來犧牲 這個犧牲不一定是金錢 不一定是時間 很多時候是你自己的性格 很多時候是你與人的關係 很多時候我們為了主的緣故 我們是必須要去犧牲 好那第三個我們來思考的就是 建造屬靈生命的材料 金銀寶石的材料 還有一些部分就是所謂 真實信仰生命的流露 我們要切實遵行主的道 真誠的關懷 有愛的行動 願意有一個隱藏的侍奉 願意謙和忍讓的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學習 跟弟兄姊妹當中 有這樣的一個生命的表現 所以弟兄姊妹 這些都是我們提供給弟兄姊妹 建造屬於生命 金銀寶石的材料 期待我們生命當中 都能夠擁有這些 來建造我們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 你的生命是金銀寶石 或者是用草木合結所建造的 所以我們來思考 我們來到教會敬拜神的態度是如何 我們是很馬虎的 我們常常遲到早退的 或者是我們常常是心不在焉的 或者是我們是帶著可慕 用積極的態度來到神的面前 來敬拜神 那我們在神面前的 奉獻的心態又是如何 是斤斤計較偷工減量 還是全然的現象 這是第二個部分讓我們思考 建造屬於生命的材料 這些金銀寶石的材料 提供給弟兄姊妹做一個參考 當我們在建造生命的時候 期待神幫助我們 用這些材料來建造 最後我們來看 無論我們用什麼樣的材料來建造 最後我們都要面對嚴格的考驗 我們用什麼樣的材料建造 關乎我們將來接受考驗的結果 在十三十五到十五節 這段經文的關鍵 講到的是 我們要用的是防火的建材 來建造屬林的工程 這裡的火 代表的有試驗跟考驗的用意 有的時候我們說真經不怕火煉 聖經當中也常常的提到火 常常我們也要面對這個火的試驗 例如在彼得前書一章六到七節 裡面講到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 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 就比那被火試驗 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到稱讚榮耀和尊貴 既然我們都知道將來我們要 我們所建造的工程要面對極為嚴格的考驗 那弟兄姊妹 我們何時 我們的生命何時要接受這樣的檢驗呢 在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經文三章十三節 講到個人的工程必然顯露 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 所以我們看見工程檢驗的時間 講到的是那日子 那日子指的就是 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 但弟兄姊妹 你知道主什麼時候再來嗎 如果我們說我們不知道 這個答案是正確的 因為在聖經當中告訴我們 特別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節講到 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有誰 唯有父知道 在鐵撒龍一家五章 前書第五章第四節也講到 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 將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 所以聖經當中告訴我們 沒有人知道主再來的日子 那個時間那個時辰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 不知道主何時來到 我們目前要做的就是隨時做好預備 用對的材料建造 繼續的來等候主的再來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 警醒等候跟預備 而不是去猜測那個時間 那我們也要相信 當主再來 當他檢驗的時候 他一定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倘若我們真的相信 我們的神是公益公平的主 相信他 當他再來檢驗我們的工程的時候 必定有一個公平公益客觀的標準 那什麼是上帝的公益 公益指的是 神給予每一個人他所當得的 例如正言書二十四章十二節講 他起不按個人所行的報應個人嗎 所以我們看見神以公平的天平來審 來施行審判 他不草率的懲罰也不魯莽的判決 而且他特別在兩件事情上面 讓我們看見神的公益的作為 第一個是在於獎賞的部分 詩篇五十八篇第十一節講到 一人陳男友善報 所以我們今天每一個服侍神的 弟兄姊妹每一個基督徒 我們絕對不會白白的服侍神 因為神很清楚的應許我們 神會賞賜給我們 雖然有的時候 我們因著這樣的服侍 我們會失去一些東西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失敗 因為神是公益的神 他會紀念我們的擺上 他將來也會按著我們所行的 來獎賞我們 第二個部分 我們也在神懲罰那些 所謂的冒犯者 那些違背神的人 也在這樣的事情上面 顯出神的公益 我們看見這些神 神會藉著他的律法 來審判這些人 所以我們當相信我們的神 再來檢驗審判的時候 他一定是用一個 非常客觀的標準的尺度 來做一個檢驗的工作 那最後我們來看 當我們通過這些檢驗的時候 會帶來什麼樣子的結果 基本上我們今天從經文當中 可以看見 當我們面對檢驗的時候 會帶來兩項非常絕對的結果 第一個就是我們所做的一切 能夠存得住 這邊講到說 若存得住他就要得獎賞 所以我們看見一個優質的工程 當他的工作被確定的時候 他要被稱為是有價值的 那一個負責工程的人 就能夠得到他應當有的報酬 應當有的工資 所以第一個結果是 我們所做的一切在神的面前 通過考驗之後是能夠存留的下來的 那第二個部分呢 跟前面我們所看到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個是 我們所做的工程是會被燒毀 三上十五的講 人的工程若被燒毀 他就要受虧損 這邊所謂的虧損 不是我們失去了我們的救恩 這邊的虧損是我們失去了我們的獎賞 我們在世上活著 我們做了一切的事情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卻是枉然勞力一無所獲 我們知道神的審判是嚴厲是公平的 將來神在檢驗的時候 這些的結果會清清楚楚的呈現出來 絕對是沒有辦法隱藏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已經預備好 要等待主的再來嗎 你是不是已經預備好 也有這樣的把握 我相信你的生命的建造 是能夠在主再來的時候 能夠存留得住嗎 求神幫助我們 能夠更積極的 更努力的來建造 更有把握的來面對神再來的時候 我們能夠通過檢驗 在主面前能夠存留得住 我們經由今天的信息 幫助弟兄姐妹一起來思考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建造 每一個人建造的速度不一樣 但是我們都在建造 我們都在努力 希望我們的努力 我們的建造不是突然 不是白費的 希望我們能夠更多的付代價 用金銀寶石的材料 來建造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能夠生根建造 信心兼顧忠心的擺上我們自己 努力的來服侍神 服侍人 能夠靠著主同輩建造 我想這是我們的一個很深的期待 也是我們在世生活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弟兄姊妹 你願意付上這樣的代價嗎 你願意在主的面前更多的擺上自己嗎 你有把握當主再來的時候 你所做的一切能夠存留得住嗎 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有這樣的信心跟把握 這時候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天賦我們 謝謝你的恩典 透過今天的信息 再次的幫助我們 在信仰上有更多的思考 求主幫助我們 將我們的生命 能夠建立在耶穌基督 你這堅固的根基上 讓我們願意付代價 用金銀寶石的材料來建造我們的生命 與至於當主你再來的時候 我們能夠通過主你自己的檢驗 讓我們所做的一切能夠存留得住 並要從主你得到應得的獎賞 謝謝主 求主赤伯每位弟兄姊妹 能夠有這樣的預備 預備好 能夠迎接主的再來 在主的面前 能夠坦然無懼 謝謝主 我們這樣感謝禱告 祈求我是奉靠耶穌基督的名 阿美 阿美